不过前几天好雨不断加上地震频繁 在台八线166.8公里的中横路段 今天凌晨12点多就传出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 可以看到大大小小落石遍布路面 长达十几公尺 就连公路的闸口都被落石给砸坏 公路局深夜先派遣了推土机到场来清除 在两个小时后恢复通车 台八线中横公路上大大小小落石遍布路面 公路局紧急派遣推土机 深夜出洞清除落石 林一旁封闭公路用的闸口都被砸坏 整片落石路段长达十几公尺 9号凌晨12点多台八线166.8公里处 天翔道白杨步道之间传出有落石大面积崩落 公路段连夜上山侵路 那公路段也积极赶快请我们的厂商来办理清理 大概在2点20分左右就恢复通行了 近日因为好雨冲刷加上花莲地震频繁 这个路段早已零星出现拳头大的落石 9号凌晨则出现大片落石杂下 索性没有人车经过 只是落石清除后的路面仍有大量粉尘 早上8点多公路局派遣水车到这里 将路面洗刷干净 回复正常通行 因为最近山区公路因为好雨 还有地震 很容易会造成一些松动 那降雨会造成这个土壤含水量饱和 所以会比较不稳定 虽然泰鲁阁公路段定期在相关路段进行边坡加固 但好雨过后又放晴 还是让边坡土石状态相当不稳定 大雨过后如非必要还是避免前往山区 记者陈基也有话联报导